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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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命啊 你快救命啊 快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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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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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救救命啊 快救命啊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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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在他身边做护卫 深得皇后信任 按说奉印失踪 怎么都不该怀疑到他 可我就查到 康怀恩是康之仪的父亲 当年将康氏一座宝下 免于诛灭九族的人 是长孙卿 永辉元年 先皇驾崩 康之仪回到长安 坐宝让他进入金屋卫的人 也是长孙卿 所以你怀疑是长孙指使他的 长孙卿是皇后最大的政敌 他有理由栽赃皇后 据水落案发当晚 康之仪就在平康方 密会长孙卿 二位可是长孙太尉的宾客 今日报仇啊 恕不及待 所以 时间 地理 动机 把康之仪都有 一定是他 塞面子我受罪 说你就写了一上头了 女子 这个还凑合 你这指哪儿来的 你这指哪儿来的 咋了 我按赌库里顺手拿的 你不是不识字吗 你怎么会拿这个 你怎么会拿这个 这多好看啊 我留个念想啊 公子 我没有重担发现 意外收获 康执仪的暗毒 是哪儿来的 容美男女 我就料定你会需要 所以我特意找她 康桓是康执仪的父亲 残舍的人是康执仪杀的 居水楼子 那晚 我却是在平康坊 见过她的马 那不对啊 这康执仪是皇后的人 她怎么会做 对皇后不利的事呢 也许是有人要她这么做 当年 依父因叛乱 被处以集醒 而后依人作宝 家属得以活命 天火 还会再降临的 火 为离卦 主卦客卦皆是五 说明天火 至少会有五次 那下次天火什么时候来啊 火为智阳 为日向所吸引 三日必生变 自上一次天火烧毁了残射之后 已经过去了十二个时辰 也就是说 两日之后 天火 必将降临 那这次会落在哪儿啊 是不是还跟皇后有关啊 当然 天火第一次烧掉的 是皇后最喜爱的梧桐树 第二次 天火引燃了皇后 嘉奖过的记班 第三次 天火烧掉的 是替他养残的农人 那么下一次 是 魏氏现在奉皇后之命 在贞观士族制的基础上 沿写姓氏路 皇后的私家 被列为第一等 长孙太魏 那恐怕以后的日子 就不好过了 长孙心是三朝元 顾命大臣皇亲国旗 大唐勋贵势力的最高首领 当武派大树人 为他马首饰着 他就像是一棵 盘根错节的大树 你砍不动他 大树参天 可若是从内不愧的 只要找到合适的时机 一样可以将其砍倒 你让我想起了敌之讯 你父亲和我师出通门 颇有些交集 欢迎 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不要再查了 万年县令 和刑部那边 我会尽全力去斡旋 再查下去 不光是你 洪亮 还有那一对跟班的兄妹 都会受到见面 晚点 Sara 家伙 家伙 人 喜欢 用